来,我们把这个蟹爪兰顶端的叶片全部给它摘掉 像这种瘦弱的,比较瘦小的,全部给它摘掉 为什么基地里面的蟹爪兰养出来 每个枝头都能长好几个花苞 秘密就在这里 因为顶端的这个叶片是夏季长出来的 它比较瘦弱,储存的养分比较少 我们把这个顶端瘦弱的叶片给它摘掉的话呢 底下的这个叶片它储存的养分比较足 那么开出来的花苞就会比较多 还有一步非常关键的 那就是给它用这种基地专用的快速开花粉 这种快速开花粉呢 它的浓度高,而且比较容易吸收 一小勺对6斤的精血来给它浇灌根部 过不了多长时间 你就会发现你的蟹爪兰就能长很多花苞出来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因为蟹爪兰它是短一皂植物 我们每天有七八个小时的光照就足够了 其他时间,尤其是晚上不要给它照射灯光 那么很快你的蟹爪兰就会开花爆满盆 这种快速开花粉除了蟹爪兰可以用之外 其他的花都是可以用的 它就是因为蟹爪兰这个